安排三阿哥相亲 是皇后走得最烂的一步棋 三阿哥又被皇上教训了 他根本不是快读书的料 有些能力不是你努力就能达到的 眼见着四阿哥越来越受到皇帝重视 皇后心里着了急 于是准备给三阿哥安排亲事 他重义的是外甥女青英 一来亲上加亲 二来可以巩固他的后卫 本来这件事吧 他直接安排就好 以三阿哥的性格 是绝对不会反抗的 可皇后为了体现自己的贤德 特意安排了一场相亲大会 美其名曰 要让三阿哥挑个自己中意的姑娘 自以为胜券在握的皇后 却算错了两件事情 第一 高估了青英的智商 相亲大会开始的时候 三阿哥并没有特别反感 织木少岸是少年新性 他也不例外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皇后的意图 相亲大会主角且是唯一的主角是青英 其他女孩子不过是背景版 皇后自以为安排得挺好 奈何队友不争气啊 青英这个猪队友 一上来就得罪了龙月公主 龙月公主不过是小孩新性 看到青英衣服上的绣花 和黄额娘宫中的牡丹一样好看 忍不住上手摸了几下 没想到青英一脸嫌恶地推开了她 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论身份 龙月是公主 青英即便有皇后撑腰 也不过是臣女 尊卑有别 你在龙月面前哪里来的傲娇底气 最宠爱龙月的三阿哥脸色难看 静妃 西贵妃心中自恃不悦 就连皇后也有些尴尬 青英破坏力太强 一个举动得罪了一群人 而她却不自知 好在静妃及时叫回了龙月 给了大家台阶 皇后顺着台阶让大家自由活动 其实是给青英机会跟三阿哥接触 青英拿了一盘江湘梅子 碰到三阿哥面前 她听说三阿哥喜识梅子 三阿哥却说 她其实谈不上喜欢 只是皇额娘说 梅子能生筋止渴 将能暖胃 所以制成果子要我多吃 青英但凡长点脑子 都能听出三阿哥话里的不情不愿 是皇后让我吃的 我并不想吃 她就应该顺势问问三阿哥喜欢什么 正好拉近于她的距离 可脑子这东西还真不是每个人都有 青英就没有 她是哪里有雷王哪采 三阿哥不想总被皇后压制 可她偏要三阿哥听从皇后的意思 本就对她不满的三阿哥脸拉得更长了 三阿哥问她为什么不喜欢小孩子 不知死活的青英继续火上浇油 她说 小孩子总是顽皮不懂事 我们做大人的无需和他们计较 也不必理会他们 我这身衣服 是为了觐见三阿哥特意所致 都让别人碰坏了可怎么好 也许她是想表达 她对这次相亲大会的重视 却不知道龙月是三阿哥最疼爱的妹妹 她的话已经彻底得罪了三阿哥和二位贵妃娘娘 亲手断送了自己的晋级之路 即便皇后再想捧她 也无能为力了 皇后那么精明的一个人 不是不知道青英的心性 知道她蠢 却不知道她这么蠢 可即便这样 皇后还想给她画饼 让她不计较名分 先跟在三阿哥身边伺候 以后再慢慢升为福尽 听听 这话连她自己都不信吧 她自己不就是前车之剑吗 现在的皇帝当年的四阿哥 不也给她画过这样一张饼 可结果呢 却是自己的亲姐姐 抢了她福建的位置 青英可比她当年勇敢多了 直接拒绝了 把皇后气得够呛 可有什么办法 谁叫她自己有眼无珠 找了这么个愚蠢的队友 第二 皇后低估了三阿哥的叛逆之心 知道三哥不喜欢青英 龙月拉着三阿哥去花园散心 两人一路走拙 龙月问 三哥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三阿哥说 喜欢温柔 沉静的女人 这时 他们遇到了英贵人 英贵人刚入宫不久 正在花园赏花 年轻貌美的她比花更娇艳 三阿哥当时就看傻了眼 她并不知道英贵人的身份 听着她跟龙月解释 此花叫美人面 日出变红 日落变粉 就像美人面孔 一日多变 嬉笑怒骂 一喜一称 看着面前女子笑语 奄然的跟龙月说着话 眼前不就是她梦寐以求的女人 花中的美人面吗 不善诗词的三阿哥 竟也能随口吟出 名花倾国两相欢 这是李白描写杨贵妃 和唐玄宗的诗 可见三阿哥是有多喜欢英贵人了 英贵人知她是伟阿哥 马上表明身份 她是英贵人 是她父皇的女人 三阿哥听了有点失落 可这依然没能阻挡 她那颗蠢蠢欲动的心 说起来 三阿哥对英贵人动心 这里面还有青英的功劳 所谓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青英不喜欢小孩子 对龙月满脸嫌弃 而英贵人却对龙月喜欢得紧 不仅不嫌弃 还温柔地跟她说话 耐心给她科普花卉知识 在知道三阿哥思念额娘之后 马上安慰她 虽然她的亲额娘不在了 但无论何时何地 她都会心系阿哥的 望着眼前的结语花 三阿哥顿生知己之感 刚经历过青英的傲娇跋扈 英贵人的温婉柔顺就显得更加可贵 明知这温柔是个陷阱 三阿哥还是一头栽了进去 谁也没想到 一向逆来顺受的三阿哥 这次却勇敢了一回 她去找了皇上 跟皇上说 皇阿玛和皇额娘都觉得儿臣长大了 该成家立业了 可眼下正是努力读书的时候 儿臣不想沉溺于儿女私情 所以还不想成家娶福尽 皇上其实也不想让她娶青英 这一听儿子有了上进心 心中甚感安慰 指甲一劝了几句 就顺势云了 三阿哥还说以后 想娶个贤惠安静的福尽 皇上也点头附和 夫妻和睦最要紧 他还不知道三阿哥说这话时 心里想的是他的女人 一顶绿油油的帽子 即将到达他的头顶 至此 皇后的相亲大计彻底失败 如果他不是执着于贤德的人设 直接给三阿哥安排好亲事 省了相亲大会这个环节 三阿哥也就从了 后面的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 三阿哥也不会机言巧合遇到英贵人 更不会犯下弥天大错 以至于最后丧失了夺敌的资格 可以说安排相亲 是皇后走得最臭的一步棋 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吧 今天的后宫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